我是小小小朋友朋友们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见见 这次我们来说的是 低缅制作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上堂课已经给大家光耳高知了 说这堂课呢 要给大家见识一下这个考题 这个呢 你不能只见识 你一定得独立做一下 我强烈建议大家 这个你自己独立做完以后再听我课 你呢 做的时候呢 想不起来就跟前面那块计算的内容进行呼应 即便做不出来 这种呼应 也是必须的 这样的话这个效果才出来 整个考试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好 那假设呢 你们已经把我点停了 读力做完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这个题目 这是去年的一道考试题 拿到这个题以后呢 一看它就是一个什么 这种国际税收的计算问题 计算问题 那么就带着问题去找已知条件就可以 根据需要 该到哪去找 一找一算就可以 那我们先看第一问 他问的是居民企业取得来源 甲国A企业 股息所得的可抵免税额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找 跟这个甲国A企业有关的这个信息 对不对 那是没错了 就找 那么就顺着就读一下这个题啊 说位于海南自贸港的某居民企业 对甲国A公司持股比例为百分百 对乙国B公司的持股比例为百分之五十 那他是甲国和乙国是两个国家 是吧 那他问的是来源于甲国的 那么这个呢 他后边呢会提示你啊 他是什么 他是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方式 分国进行计算 那么也就是说 设计三步法的话 甲国用一次 乙国用一次 用两次三步法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着说 从甲国A企业取得股息所得是两百万 A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百分之十二 预体所得税率为百分之十 那么这块呢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从甲国A企业取得的股息所得这两百万 是还没有扣除预体所得税的金额 那么这块大家是要注意的是吧 取得股息所得是两百万 好了 那么他问的是 刚才已经读过了 居民企业取得来源甲国A企业股息所得的可敌免税额是多少 请您老人家告诉我 他问的跟我们三步法是什么关系 你要有一个翻译的能力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三步法说过了 可敌免税额 他就是三步法中的什么石脚额 那也就是说 你从甲国A企业取得的股息所得 你在国外一共交了多少税 是吧 就是石脚税额 那他包括什么 他包括直接缴纳的和间接负担的 是吧 那这个甲国的A企业 是吧 那么他是被居民企业持股是百分之百 那实际上是一个子公司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呢 可敌免税额包括直接缴纳的 间接负担 那你就看直接缴纳的是多少吧 那么这个股息所得两百万 那么拿到手的可不是两百万 要扣一个预体所得税百分之十 对不对 那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原理题 大家还记着吗 是不是 那你挣了一百万 你的当地的所得税率百分之三十 国外的是吧 那么我呢 应该分七十万 但我拿不到手七十万 要乘以百分之十 然后我拿到手的是六十三万 是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两百万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七十万 所以呢 同学们要注意了 你要算出什么 你在国外直接缴了 他的预体所得税是两百万的百分之十 完了吧 还没有完呢 这块完了 直接缴纳的完了 那还要加什么 还要加上间接负担 那么加上间接负担的 那有同学说 那是不是就用到那个 我们在课上讲的利润税 投资税 间接税 乘以持股比例 乘以分配比例呢 按道理是可以的 但这道题 我们只知道持股比例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的分配比例 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这种方法呀 换一种方法 可不可以呢 还原嘛 是吧 换一种方法 还原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企业 A企业 赚的钱 给这个居民企业 分了两百万 这是什么 这是交过 所在国的企业 所得税的税后利润的分配 是吧 没有扣预体所得税 但是他扣了什么 扣了这个 该企业的所得税以后 税后利润的分配 那我们怎么还原呢 那么就是两百万除以 一减百分之十二 是吧 那么用这个 A企业顺的企业所得税率 那么就还原什么了 还原他境外的税钱的了 对不对 他没有交所得税的时候 是就是一个金额 两百万除以一减百分之十二 然后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百分之十二 再乘以百分之十二 对吧 那就乘以这个税率 这个就是他什么 他在国外缴纳的税额 是吧 你是间接负担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算出来 两个加在一块 就是47.27 他是什么 再啰嗦一下 他是三步法的十角额 算直接缴纳的 算间接负担的 是吧 要求大家能够知道 要求大家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问 大家去体会一下 跟你自己做的时候 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给他翻译过来了 翻译完以后 你要知道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种 哪块是呼应的 好 接下来呢 第二问就简单了 我第一问 说完第二问就很简单了 第二问的是什么 说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 以国毕企业 股息所得的可低免税额是多少 那也就是实际缴纳的 加上间接负担的 对不对 那就找资料呗 看他从这个 以国毕企业取得股息所得 也是两百万 还都是两百万 是吧 然后呢 毕国胜的所得率28% 预体所得率10% 那也是两百万乘以10% 对吧 直接缴纳了 加上还原 两百万除以 一减百分之 28% 那就是什么 税前的所得 乘以所在国的 所得税率28% 跟刚才一个死路 算起来是97.78 97.78 那这个第一问 第二问就是三步法 失教额 对不对 失教额就完了 你看这分得起来还是 相对比较容易的 要注意还原啊 怎么算这个 B企业也好 还有这个 A企业也好 他在国外 缴的那个税额 对吧 间接负担 那个税额的计算 要能够注意还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第三问 他问的是 该居民企业境外所得的 抵免限额是多少 抵免限额是多少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课时 说那个三步法 这个抵免限额是什么 抵免限额就是 境外税前所得 乘以 咱们国家的所得税率 25%或者是15% 那这道题很显然 他不是境内同时申请高薪技术企业认定 那么他就乘以25% 所以你只要算出境外税前所得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怎么算呢 其实呢 他也有两种思路 那我们来先说简单的 那么这个看那个甲国A企业的 先看这个甲国A企业的 他取得股息所得是200万 那么怎么换算成境外税前所得呢 还原呗 200万除以1减12% 跟刚才算那个间接负担的是一样的 都求那个境外税前所得 好 那么这个A企业 他境外税前所得是这么多 然后乘以25% 算出来的就是 A企业 他的股息所得的抵免限额 是56.82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思路是什么呀 还有一种思路是什么 那就是用什么 他200万不是他扣完所得税后的吗 加上税不就完了吗 对吧 那怎么加税呢 那就是200万除以1减2% 还原为境外税前的 再乘以12% 他是不是在所在国就这个A企业 交了这么多所得税 税后的加税 那不就算出来了 他境外税前的吗 是吧 税后的加税不是境外税前的 然后乘以25% 所以他都是要用到三步法的抵免限额 乘以25乘以15确定完以后 主要是确定境外税前所得 是吧 那你就看有哪种方法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 同学们要注意 他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说的温柔派 晚约派 还是神龙派 实际上是晚约派 是吧 告诉你没有扣除预期所得税的金额以后 你只要用这个税率一还原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跟我们的原理题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你要去年那个原理题把握好了 像这样的题 你一有翻译能力 非常容易就确定清楚了 好了 那么A企业的搞定了 那么B企业的道理都一样了吧 对吧 那么你们自己算了 是不是 怎么算呢 跟刚才一样 就是把刚才的公式再套用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不说了 那么是多少呢 是69.44 这样的话呢 境外所得的抵免限额的合计是126.26 其实这只是他的问法 那么他既然分国算的话 他肯定是要分别比较 甲国跟甲国的比较三步法 对吧 那么乙国跟乙国的比较三步法 所以三步法用两次的 他这个只是一个问法 一会我们在比较确定的时候 是要分开考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问 那么第四问他问的什么 说该居民企业实际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那我们就来看看啊 他的其他信息是这样的 他说该居民企业自行核定的应纳税所得为2000万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是15% 因为他是海南自贸港的 是吧 税率告诉我们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做题的时候 往往告诉的是什么 境内外的 所得是多少 然后又告诉你 含不含还原计算的 间接负担的税额 要不含的话 你可以加上去 含的话就不用加上去了 对吧 我们在上单个讲例题就说过 那么这里边他说的 自行核定的应纳税所得是2000万 实际上他是指的是境内的应纳税所得格 所以他没有说他境内外多少 那么说的是应纳税所得格 实际上他有点跟我们教材中那个申报表的主保的那个 应纳税所得格呼应上了 所以同学们注意啊 这是指的是境内的应纳税所得格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 用加法的思路 对吧 如果是境内外的话 那就是三步法 孰低 然后减去这个输低的金额就可以了 是吧 算完一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知道了境内的应纳税所得2000万 那么我们怎么算 要用加法的思路 多不退少要补 我们就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 那么首先看 那是甲国的A企业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刚才算出来 他的三步法 第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境外交了多少呢 他在境外交了47.27万 那么这块境外税前所得 在中国应该收多少税呢 应该收56.82万 那么根据加法的思路 中国应该收56.82万 那你只交了47点多万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的 我们进行补税 少交了 多不退 少要补 所以要补上二者之间的差额 56.82减减47点多一点 27 对吧 47.27 这是我们说的甲国A企业 这个境外来源这200万 对吧 那么他应该补税的金额 然后接下来看看什么 B企业三步法 第二次用了 是吧 那么这个思路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问 我们问的这个 以国B企业 他的实角额是97.78 他在国外交了97.78 包括直接缴大间接负担的 那么按中国税法的规定呢 这块只需要交69.44 多交了 那么多补退 少要补 你多交 交到国外去了 那我怎么的 我就不需要你补税了 因为补一分钱都重复征税了 对吧 那你超过的部分可以用 以后五年的额度内的进行什么 进行那个递补就可以了 但是你今年的话 那么这个以国B企业这个境外所得 就不需要补税了 多不退 少要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第四问就抽出来了 采用的是加法的思路 采用的是加法的思路 好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 去年的这道考题 你看他难不难 他不难 他跟我们前面讲课是高度呼应的 很像我们考试前面说那个原理题 对不对 至少说这四问里边 那么像得了三问 还是非常容易的 对吧 一千三万非常容易 那么第四问的话 可能有同意说 老师 这个两千万 它到的是境内还是境外的 那他没有说是境内外的 他说是自行核定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教材中付的那个申报表 那么关于应拿税所得额的话 实际上相当于是境内的这个含义 这个大家呢 稍微知道一下 在这个呢 以结论作为这个知识点 把握一下这个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去年的一道题 然后我们再做一道题啊 再感受一下 那么去年考的一道题的特点 就是他有两个子公司 然后分国进行计算 三步法用两次 只不过他问法上 我说第三问 问的时候 还是要一个合计的结果 但我们进行比较确定的时候 还是要分国进行比较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 2019年这道题呢 也很有典型性 他呢 既有分公司 又有子公司 那么他有分公司的话 他是要汇总拿税的 对吧 那么他子公司的话 他是考虑一个抵免 是这样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题啊 拿到题以后呢 我们也是扫一眼发现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章的计算题 也是跟刚才的思路是一样的 带着问题去找前面的已知条件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问 他问的是2018年 该居民企业来与子公司 投资收益的可抵免税额是什么 根据刚才的解读 是不是要翻译一下 那就是三步法的第一步 使脚税额 跟刚才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道题我们去年也讲了 那你像你去年参加二十年考生 你是不是你有了这道题的基础 那前两问你就不应该丢分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算啊 什么东西 跟我说一下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 没问题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 那么看看直接缴纳多少啊 那这个时候你要找到对应的子公司的数据 是吧 我们来看看 收到以国子公司投资收益1900万 子公司已在以国缴纳的企业所得1000万 子公司当年税后利润全部分配 以国的预体所得税率是5% 那么他问你他的可抵免税额是多少 那你要算直接缴纳多少呢 那这块同学们要注意了 刚才我们那个200万是没有扣除预体所得税的 而这里边他明确说的是收到以国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那么这个是他拿到手的 相当于我们说的什么叫做神龙派 对吧 神龙派是拿到手的63万 那你怎么知道要还原 那么就用1900万除以1减5% 还原为没有扣除预体所得税的金额 相当于70万 对吧 然后再乘以预体所得5% 这样的话呢 就算出来了你的投资收益的1900万 那么在国外交了多少预体所得税 那么他什么 他是直接缴纳的金额 去体会这个思路跟刚才那道题的思路实际上是一致的 翻译完了直到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 但这个时候那个200万的上一道题和这道题1900万的差异 大家要注意 一个是扣了预体所得税 一个是没有扣预体所得税 这两道题对比去讲解 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做的时候要去找到这种对比的感觉 好了 完没完没完 这个直接讲到完了 还有间接负担的呢 间接负担的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你就可以用我们说的那个公式了 对吧 利润税 投资税 间接税 乘以持股比例 乘以分配比例 因为他明确说了什么 是当年的税货利润全部分配 百分之百分配 对吧 那怎么算呢 那你就用 他缴纳的利润税 他明确告你的 在以国缴纳企业所得1000万 好 1000万加上投资税 他没有下一层 没有投资税 所以加零 加上间接税 我们说他没有下一层就一层 那间接税为零 我们上两个是不是讲 两层的时候才有这个间接税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括号1000加零加零 就变成1000了 乘以持股比例 乘以分配比例 分配比例百分之百 持股比例多少呢 体重告诉你了 他持有 以国这家公司 子公司的比例是80% 所以乘以80% 持股比例就可以了 算出来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的金额上 是900万 OK了 这个粉就得到了 听见了吧 一定要能够知道 一定要能够知道 900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他说的第二个问题 他说 2018年该居民企业来源于 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 是多少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万 那他是多少 这个实际上问的是啥 翻译一下 他说来源于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上问的是 境外税前所得是多少 他是 三步法 避免限额 那个第二步 境外税前所得 乘以二数或十五 那个公司的前面 他问你是境外税前所得 说 那怎么办 还原呗 那他税后的是刚才说多少 是1900万 那你就加上直接缴纳的 再加上间接负担的 相当于63万 加7万 再加30万 在我们原理公司是吧 那不就多少呢 那不就是2800万 所以呢 加上刚才算出的 直接缴纳的 间接负担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三个问题 他说2018年 该居民企业子公司 境外所得税的 抵免税额是多少 我问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三步法的第三步 他没问你那个抵免限额 他问你是抵免税额 那你得主动算出抵免限额 然后PK取消就可以了 因为第一步 已经算上是900万了 对吧 那你就算呗 抵免限额是多少呢 哎 抵免限额境外税前所得 他第二问问的 就是刚才的结果嘛 所以2800万乘以20% 等于700万 这是什么 这是抵免限额 三步法的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 PK取消 900万和700万谁小啊 那么是700万小 所以 那么抵免税额上了 是700万 那这前三问 就是三步法的运用 同学们要会 同学们要会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什么呢 看看第四问问的是什么 第四问 他说 2018年 该居民企业实际缴纳的企业 所得是多少 那你就来看看 他的 整体 他算的境内外的 应纳税所得是多少 是吧 他说了 2018年 该企业申报的利润总额 是4000万 是吧 好 那这4000万 我问一下 是不是包括 分回的那个税后的 子公司的 子公司的那个 1900万 是包括的 对吧 他作为投资 收益是包括在利润总额中的 然后接着他说了 甲国分公司 按我国税法 确认的销售收入300万 销售成本500万 注意 卖了300万的收入 成本比 收入高 它是亏损的 所以在这个利润的 4000万中 实际上 它是包括了 这个亏损的200万 对吧 它是包括亏损200万 就在算的时候 是相当于 加300万 减500万 所以这个利润中 如果没有这个亏损 它是让比4000万要高的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怎么算 它的实际缴纳的 所得税的税额呢 那我们用两种方法 跟大家说一下 好不好 先说 这个减法的思路 因为我们刚才 前三步已经算出来了 它的低免额 就是输低的700万 减700万 对吧 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 你要怎么算 算境内外的 那怎么算呢 4000万 加上500万 减200万 为什么 因为外亏不能抵内营 所以这时候 你甲国分公司 这个亏损 那么你在算快递论时 已经给它减出去了 对吧 我刚才说 没有这个亏损 你不比4000万要高吗 现在怎么的 我不允许你 递捕境内的盈利 所以要加上200万 不能减的 要加上 加回去 调整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调完以后 大家注意 是不是就把外亏 不能抵内营的规则 给落实好了呀 然后你要注意 你那个4000万 我刚才已经说了 它包括 它包括分回的境外的投资收1900万 那你要把它还原成什么 境外税前所得 因为是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25% 对吧 所以要加上900万 这样的话算出来的就是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外亏不能抵内营的因素 我们考虑完了 然后算完以后乘以25% 那这个能是我们交的税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你境外已经交过重复征税 所以短了减700万就出来了 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跟我们上上课讲那个例题是很相似的 对吧 只不过我们上面那个例题 它是已经包括还原计算的 什么直接缴纳的税额 所以你加上间接负担就可以了 但我们这个呢 要还原计算 要加上多少呢 加上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 因为那1900万 它是什么 它是分到手的 投资收益 好 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用另一种方法 用一下什么方法 咱们用一下那个加法 可不可以 好 加法 我个人认为相对简单一些 那怎么算呢 还是这么一个思路啊 我们看一下 4000万 那么减去1900万 为什么减 因为这4000万 含着境外的 那我们所谓加法的思路是 境内万单独算 所以我把境内的求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要减去境外分回的1900万 没问题吧 然后再考虑刚才说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分公司的亏损 不能弥补境内的亏损 所以加上200万 加完以后 这个大括号里的是什么 是境内的应纳税所得了 注意跟刚才那个方法不同 我们刚才方法算完以后是境内外的 应纳税所得 这是什么 这是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乘以什么 25% 这是什么 这是你境内所得 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好 那么这是我们算出的这个境内的 应纳税所得额和税额 乘以25%就税额了 然后考虑境外的加法嘛 多不退少要补 这个思路跟刚才那道题是一致的了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 那么你在境外实角额 是我们算出的900万 实际上是刚才那个 第一问的结果是吧 那么好了 第二步 它的抵免限额是多少呢 我们说是700万 什么是抵免限额 就相当于境外 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向中国政府交700万的税 你在国外已经交了900万了 那么多交了 我不退给你 但是我在算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需要 再就这个境内所得交税了 收一毛钱的税 都重复正税了 所以的话加零 是吧 多不退少要补 没少 那多了我不退给你 所以就是境外的应纳税额 就是零就可以了 那么加在一块 这个答案跟刚才的是一样的 大家还体会一下 这两种方法 都要求会 听见了吧 都要求会 那么我呢 为了说明这个呢 把这个做一个提示内容给大家了 那么怎么确定这个零是怎么出来的 然后那个境内的应纳税所得不包括境外的投资收益 所以要减出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外亏不能抵内营 所以呢 这个境外亏损 弥补200万要怎么 要加回来 这个呢 刚才是人口述了 那么我在这个讲义中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同学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两道考题 要求大家独立做完以后 跟我们前面讲课的内容进行一个呼应 然后又注意这边细节性的处理 然后听完以后呢 建议大家过一段时间再去做一遍 那么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考试这类题型的需要 然后我们在后边再讲 习题班的时候还会大家做几道题 基本上考试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内容 那么对 还有一点我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可能有同学做到这的时候 老师这个间接负担这个 那我这个能不能用刚才那道题 第一道题那个方法是吧 就还原还原除以一减这个预题所得税率 再除以一减这个税率啊 这个大家注意要审题 你像这个呢 它告诉你的持股比例分配比例了 是吧 那你直接用这个利润税 投资税 间接税这个扩回 然后乘以持股比例分配比例 就简单了 那这道题它没有告诉什么 我们看一下 它没有告诉这个 以国的这个税率 所以你用我们原理公式中的 那种还原方式的话 那就很难算出来 所以你要注意审题就可以 注意审题就可以 所以呢 这块 这两道题 大家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是补充一个点 可能个别同学就会说 问这个问题啊 说老师到底用哪种还原的方式 这个是要根据题目而来的 那么我们在讲这两道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有典型性的 同学去体会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这个 税收饶让敌免的 这个应纳税额的确认 这个说啥事呢 就是居民企业 从我国政府 定立的税收协定的 国家或地区取得所得 就是我到 那个老外那挣钱去 有所得了 那个国家跟咱们国家 签计有相关的 税收协定 那么按照那个国家的 税收法律呢 享受了免税或减税的待遇 那实际上就像那种少交那块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该这个免减的数额 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呢 适同以交税额 那么什么意思 虽然我在那个 挣钱那个国家 没有交这块 或者少交一块 叫免减了 但是呢 这个协定规定的 这块虽然没交 但是适同交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用三步法 算那个使脚额的时候 那么要把它包括在里面 就这个意思 应适同以交税额 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那翻译一下 就是使用杨老师的三步法的时候 要把这块交上去 那么使脚税额要包括这块 是不是 那么该免减数额 就可以作为 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 用于办理 税收抵免 就这个意思 那当然好事了 对不对 就想想当一看 在国外 多交这么一块 是吧 多交这么一块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点 要理解 这个什么是饶让 我们用这个大白话 给大家说了 能够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 需要说明的什么呢 就是这种 世收饶让敌免呢 它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你这个境外所得 采用的是 简易继续方法 计算 敌免额的 是不是用 饶让 敌免 那我都说 老师啥是 简易方法 计算 敌免额呀 我们马上就说 说完这个 饶让 就说这个 简易 简易方法下 是不是用 饶让 规则的 这句话 文字请选择 题中 我们需要知道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 那么根据那个 老外 那个国家的 法律规定不判定为所在国的应税所得 就是这块在那个国家不需要交税 但是按照中国税法的规定属于应税所得的 那么这个它是不属于税收饶让 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这个饶让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种优惠 它享受了 免减待遇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协定的免减待遇的话 这块应该是交的 这会儿 它有了协定了 我免减了 才适用 饶让 抵免的规则 而我们这句话说的什么呢 就是我在国外赚这个钱 对这块所得 那个国家根本就不收 这个很显然 跟饶让不是一回事 对吧 所以它说了不属于税收饶让抵免 那就全额按照中国税收法律规定 缴纳企业所得就可以了 是不是全额 当然了 那就相当于三不法的 境外使缴额是零 对吧 然后的话 你的抵免限额就是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 对吧 那么补税的话 你不就全额交吗 因为你在国外一分钱都没有交上去 那么好了 我全都收了 那我都没有重复征税 我们抵免的道理前面说 就是为了防止重复征税 是吧 所以呢 这句话重在理解 用到前面的知识 呼应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 这个是不属于 税收饶让抵免的范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 这个饶让呢 它有两种类型 这个 这么多年考试中 我就记着 有一年 它作为一个选择题 被选项考过 那我们在这就要求大家 数一下这个文字 那么 税收饶让敌免 它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叫什么 叫律饶 我们叫 按照规定的定律 饶让敌免 那也就是协定中规定了 这个比率 叫律饶 那么还有叫什么 叫做 饶饶什么意思 就是税收协定 列举了一国税收 优惠额 给予饶让敌免 那就是具体的数额是多少 所以一个叫律饶 一个叫饶饶 大家注意啊 同学们注意啊 这个类型要知道 那么那年考试题 考的就是这句话 它列在那个 被选项中的 它是正向说的 所以呢 大家注意 能够区分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 分为律饶和 鹅饶 好 这是大家知道 它的两种类型 一个叫律饶 一个叫鹅饶 那么接下来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律饶和鹅饶的时候 这个饶让敌免鹅 它们两个之间的确定 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你能够对号入座 选择题不就熟悉了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 律饶的话 它的饶让敌免鹅 就是刚才说那个协定中 不是规定了一个固定的比率了吗 对吧 定律饶让有个律吗 用这个律 定律计算的应纳的境外所得税额 然后超过你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的 那个差额 就是律饶的饶让敌免鹅 到底饶了多少 这叫饶让敌免鹅 是吧 那么额饶是什么 额饶是按照协定规定的税率计算的 注意这个要注意区别 律饶的话是什么 是那个协定规定的定律 那个比率和实际缴纳的差额 而额饶的话是什么 是按照协定国家的税收法律规定的税率 也是税率 但不是那个 律饶中那个律 它是什么 是所在国的税收法律中的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所得 和什么 和实际缴纳税额这个比较 所以他俩要注意审题 说一下这个技巧了 不是分律饶和鹅饶吗 那他这个描述的话 都是让你 确定关于饶让敌缴额的说法是否正确 那么饶让敌缴额都是用一个数减去他实际缴纳的 没错吧 那么定律饶让的话就用定律算出来的减去 叫超过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 而如果是额饶的话 那用的是什么 是法定的税率 是法定的税率 明白了吧 去比较超过实际缴的税额是多少 大家注意这个用这种技巧性的找到他在的呼应关系就可以了 呼应关系就可以了 律减什么 实角 律减实角 就是什么 就是饶让敌缴额 超过这个差额就是饶让敌缴额 这个律的话 如果律饶的话 就用定律 如果是额饶的话 就用法定税率 就这么一个关系 就可以了 说了这么多 总结成这个 你给我自己讲清楚 万一再选择出现 你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咱说说这个简易方法计算敌面 刚才不是简易方法不是用饶让吗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用到简易方法呢 是这样的 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 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 你比如从子公司取得的 对吧 那注意啊 我们从境外取得的所得很多 很多 包括什么特权使用费啊 租金等等 但是适用简易方法的 只能是营业利润所得和股息所得 这本身就是一道考题 考的就是简易方法的适用范围 好了 那就是在这两项所得的前提下 出现了什么状况呢 虽然有所得来源国政府机关合法的 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和证明 但是因为客观原因 无法真实准确的确认 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 境外所得税的税额的 那这个就是说你交那个税呢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无法确定你实际缴纳的境外的所得税 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可以按境外应纳税所得的12.5% 作为抵免限额 好 那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抵免限额 三步法的第二步 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或者15 所以呢 这句话要改一下 就是在符合简易办法计算抵免时 那个抵免限额不是乘以25 也不是乘以15 乘以的什么 12.5 然后去比较 那么企业呢 按该国税务机关或政府机关合法的具有纳税性质的评证或证明的金额 那么跟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抵免限额进行比较 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 准以抵免 超过的部分 不准以抵免 那不就三步法吗 所以这句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适用简易的情形针对的是营业利润和股息所得 第二个他没什么新鲜的 他就是三步法那个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乘以15 不是乘以的12.5 作为抵免限额以后进行三步法的正确的确认 明白吧 好了 当然呢 这里边他有一个例外情形 就除了该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税额 在所得来源国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12.5以外的 那这个呢 我们就不过多给大家解释了 因为从考试角度来说呢 他只要把握这两种情形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有一个前提除外的 不说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这句话 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 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 跟刚才一样 反所得来源过的法定税率且实际有效税率 明显高于25%的 那可以直接按25%计算抵免限额 是吧 那这里的实际有效税率是指实际缴纳和负担的 企业所得税额与应纳税的税额的比例 这个你不用管它了 是吧 那么这块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还得站在三步法的角度考虑 那么你想想 我在你这挣钱了 那么你那个税率是45% 我挣100万 再交45万的税 对吧 再交45万的税 那么你的实际缴纳是多呀 那么再算抵免限额境外税额所得 乘以25% 那么咱们中国是税率是25% 是吧 那这个时候三步法比较熟低 那肯定是25%吗 那不就直接计算 这个 以免额会出来了吗 所以说 可直接按25%计算这个低免限额 那这个呢 大家也是要知道下去 就在国外交的特别多的时候 那根据三步法输低的原则 肯定是那个第三步的结果 就是那个25%的低免限额 对吧 你不加法 加法都一样 你那个加法一定是国外交多了 不用补 对吧 你减法的话 一定输低的话 就是什么第三步 就是那个什么 不用比较 因为明知道 它国外交的多 那就是我们的境外实险所的乘以25 对吧 所以就直接按照25%计算低免额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两句话 那么整个的简易计算低免 实际上我们考试这么多年考过 主要就是考那个计算 就是境外实险所的乘以12.5 作为低免限额 你12.5给我记录 就能够满足考试要求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堂课的第二部分的 文字性的内容需要熟悉的 你就按我要求把握 就可以了 满足考试要求就可以了 不用去深扣 那么接下来说的第三个点 也是涉及文字性的内容 最后我拿案例说一个事 那什么事呢 你说咱们国家算会计利润也好 算那个所得税也好 是不是都是自然年度 你比如2022年的 那就是2022年1月1号到12月30号 这一个财年 它的这个整体的经营成果是什么 对吧 资产状况是什么 那么我们从税法的角度也是 那算的是2022年1月1号到 2022年12月30号 就是2022年度的 这个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掉 是不是 但是有的国家不值这样的 你比如说一个居民企业 它在A国的那个分公司 它2018年按照A国法律的规定 它那个当期的利润年度 就相当于会计年度 它是跨年的 它也12个月 但它不是自然年度 它是从每年的10月1号 到次年的9月30号 相当于就是2018到2019年的 这个财年的 它的这个利润总额是多少 它是这么报的 那这时候产生一个问题了 那我到底抵免的时候考虑的是在2018年 还是在次年的2019年行抵免的 跟我们国家那个自然年度什么的 不匹配了 那这时候税法中是要明确的 它的规定是这样的 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 那么去计算生产经所得的纳税年度 跟我们国家规定的纳税年度不一致 就是我刚才描述这个案例啊 那么与我国纳税年度当年度相对应的境外纳税年度应当是 唯我国有关纳税年度中任何一日结束的境外纳税年度 所以这时候它的纳税格的抵免应当在它的结束年度 那也就是在咱们国家的2019年度进行抵免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境外取得的这个股息所得实现日 为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 不论这个利润分配是否包括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都应该作为该股息所得实现日所在的纳税年度计算抵免 这个实际上我们前面说过了 对吧 我们讲了就是单层分配当年的多层分配多年的 那你看我当时把这个题目中说它分当年的算完以后 那么也要考虑分配一年的 以前年度的都要算在今年 就是这个意思 这块呢 大家也是理解一下 知道这个案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用四讲的时间把这个境外抵免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其中这一讲的内容是要求大家熟悉 注意偶发性的选择题就可以了 我把应试技巧也给大家提示了 没有过多的展开 按这个要求把握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第二节国际税收抵免制度的内容全部讲完了 这块内容还是很多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应试能力 你看我们举的19年22年这两道题 它没有多难 至少你能得一半以上的分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就是三步法一定要印到脑子里 要能够做到活学活用 所以它的计算实际上都是程序性的内容 没有太多的弯弯绕 就像你学睡衣的计算出口过免底退一样 你自己看出觉得很难 对吧 但实际上它都是第一步第二步 他们干什么都是非常明确的 这就叫程序性的内容 所以这块的分 我不要求你得满分 但是你绝对怎么的 不要放弃 另外一个不要过度备考 试图把教材中的所有内容把握情况 也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教材中最最主要的满足考试需要这块内容 那么杨老师已经给大家 按照这样的流程方便记忆的方式 介绍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具备这样的解题能力 能够满足考试的需要就可以了 值得大家把这些内容反复的去听去做 我们下次课再见